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比如说一些残障人士在遇到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假如说是坐轮椅的行动不变的最好是留在原地 然后保护好你的头部跟脖子 假如你有手上有毯子或什么 先把头盖住因为怕东西不要被扎伤了 那比如说你在睡觉的时候呢 基本上是留在床上是最安全的 因为你反而逃离的床部可能会踩到一些倒下来的玻璃 或是一些碎片反而容易受伤 所以这点也就是说要尽量的远离窗户 因为以免被这些玻璃来见到自己身上 来受伤害 那其实还有就是说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比如说在地震的过程当中 我们是在进行过程当中赶紧往外跑吗 最好是不要 留在室内一定要留到地震停止之后 你再往外出去 因为在地震的同时呢 有可能室外的招牌啊窗户啊或是一些它建筑上的结构会掉下来 你有可能会被扎伤 那我们差不多是能够确认地震停止 然后安全的时候再去往外移动 但是这时候如果在外面有一些小火灾啊 我们应该就是赶紧用一些灭火器去灭火 然后呢尽量的是选这个走楼梯离开 对不对 是的不能坐电梯 对 那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讲的就是比如说在户外 在室外的一些情况 比如说你在海边应该怎么办呢 基本上就是你要一样是要蹲下来 掩护好保护好自己的头跟抓紧能够抓的东西 然后地震的时候呢 尤其在海边你要往高处去走 因为地震而来的有可能会带到海啸 所以往高处走也是一个安全的方式 那比如说我们还有比如说在这个公园啊 一些空旷的地方怎么办 基本上你要远离建筑物啊树木啊 路灯电线杆的这些 因为它有可能会倒塌或是掉下来 所以基本上你还是要留在最空旷的地方是最好的 那我记得在上一次地震的时候 你说你刚好在开车 是的 所以地震开车的时候要非常注意 基本上呢 可以的情况之下 你把车安全的停在路边 可是我不建议你用紧急刹车的方式来做减速 因为有可能会有落石或走坡 所以你要非常小心不要被这个 就是就是落石给打到了 好以上呢就是给大家总结到在室内和户外 遭遇这个地震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逃生和自救 大家呢可以好好的学习并且实践 那如果一遍没看懂呢 大家可以看三遍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OK拜拜 拜拜